歡迎收看重要智慧的解析與運用 大家好非常高興又到了我們重要智慧的解析與運用的時間 那麼這個時間是希望透過介紹重要智慧的解析以及它的運用 來整體增強我們英文寫作以及這個閱讀的實力 當然希望整個節目如果對大家來講是有幫助 不用了訂閱按讚分享並隨時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也接受到我們最新最新的影片訊息 好我們看一下今天新聞 今天這個重要智慧的解析運用 第29集 好我們來看一下 那麼第一個總共介紹了我們 介紹三個這個英文單字 好我們看一下第一個叫 AREST AREST 那麼AREST是一個 急務動詞叫依法逮捕拘留 那麼名詞叫做逮捕 好 那麼它有一個很重要片叫 Under Arrest Under Arrest 現在我們說 判這個判國罪 就是 He was arrested for higher treason 那麼他被捕了由於這個所謂判國罪被捕了 這第一個 第二個 The man believed to have robbed the bank was pressed under arrest was pressed under arrest 那麼這個人呢 被相信呢 已經呢 這個ROBIT 那麼搶了這個所謂的銀行 那這樣的一個人 被認為 這個地方有一個 這個其實有一個 who 那麼這個如果過去是的話 就who was 他被相信 被認為 是這個 搶銀行的這樣的一個人呢 那麼 was pressed 被安置在 被放置在 under arrest 就是所謂的 被捕了 處於一個什麼樣的地步 就是被捕了 the man believed to help rob you the man was pressed under arrest 這是第一個 我們講到有關他的動詞用法 還是他的名詞的用法 逮捕 這第一個 第二個 A-R-R-O-G-A-N-T 叫 arrogant 那麼他的中音在前面叫 arrogant 那麼arrogant呢 它是一個形容詞叫 傲慢的 arrogant arrogant 那麼他還有一個動詞叫 arrogate arrogate arrogant arrogate 那麼arrogate 是一個動詞叫 就是冒稱或竄奪 竄奪 所以第一個呢 是行動詞叫 傲慢的 arrogant 第二個是 arrogate 冒稱或者是竄奪 好我們看一下幾個例句 那麼第一個 as a result of his arrogant 由於 as a result 由於他的arrogant arrogant就是他的這個 傲慢 manor 就是他的舉止行為 由於他傲慢的行為 everyone dislike him 每一個人都非常討厭他 每個人都討厭他 這種非常 傲慢 arrogant manor的行為 dislike him 都不喜歡他 這第一個 第二個 he arrogate all the credit to himself for the success of his feminist business 那麼他arrogate arrogate 就是所謂的 這個冒稱或竄奪 就把所有的這個credit 就是這個名詞叫功勞 他把所有的功勞攬在自己身上 就是 歸於他自己 叫做 arrogate all the credit credit to himself 把所有的功勞攬在自己身上 for 對什麼事情呢 for the success of his family's business 對他的成功 什麼成功呢 家族事業的成功 全部攬在身上 這串奪 貿身 這些功勞 全部是他的 所以這個叫 arrogate 這兩個字都不是非常好 一個傲慢的一個字 這個串奪 arrogate arrogate the all the credit to himself for the success of his family's business 好 第三個叫做 ashamed ashamed 它是一個形容詞 叫做感到羞恥的 這個是我們在學到之前 我們學到 國中有個文法 叫做情緒動詞 在情緒動詞 我們就經常提到 用ing的話是表示 這個事情對某人來講 但是如果是 人加上ed的話 代表這個人 對某人的感覺是怎麼樣 所以我們經常說 ashamed 就是 加了ed 過去分詞 表到感到羞恥的 感到如何 ashamed ashamed 那麼 這個 另外一個字 shamed shamed 是一個形容詞 叫可恥的 或者是不名譽的 可恥或不名譽的 叫shamed 那麼在這個 ashamed 它有一個片語叫 be ashamed of be ashamed of 是對什麼感到可恥 就是我們講的 人對什麼感到怎麼樣 叫用ed過去分詞 那麼 shamed 注意它這個地方有一個重點 ashamed 必須以人為主詞 而shamedful 必須以事為主詞 這個一個 一個是以人為主詞 一個以事為主詞 的一個 從頭叫ashamed 跟shamedful 好 我們分別帶兩個例句來看一下 第一題 he was so ashamed of his son's imprisonment that he decided to move to another town 那麼他是如此的 這個感到怎麼樣 這個我們講 感到可恥 對什麼感到可恥 對他兒子的imprisonment 這個imprisonment是名詞 叫監禁 那小孩呢 被關了 被關了就是入獄 那麼感到非常可恥 以至於怎麼樣 that he decided to move to another town 他決定搬到另外一個城市 he was so ashamed of his son's imprisonment that he decided to move to another town 所以他決定搬到如此以至於 這個地方配合剛好 ashamed ashamed of 感到可恥的 這第一個 那第二個呢 我們看一下 making mistakes is shameful to him so he usually does things on second road 那making mistakes 那是一個 變成一個主詞 主詞就變成以事為主 就是 犯錯這件事情呢 是shamed for 非常可恥 to him 對他來講非常可恥 so he usually does things on second road 所以他做每一件事情 都會怎麼樣 三思後行 什麼叫second road 就是多想想 多想想 所以這個以事情為主 就變成了這個 shamed for 以人為主 就是be a shame of 這個地方要特別注意 所以 making mistakes is shameful to him so he usually does things on second road 所以他通常會講第二次 所以這個就是 shamed 以人為主詞 shamed for 以事為主詞 這個字 在這個地方用法非常重要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所為大家帶來的 整個三個一個單字 一個節目內容 當然也希望整個節目的人如何對大家來的 所以來講是有幫助 別忘了 訂閱按讚分享 並隨時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以接受到我們最新最新的影片訊息 期待下次重要智慧的解析運用見面 謝謝